Mountain Boucherie酒庄 坐落于美丽的 Okanagan河谷的Kolona 这里是高尔夫 滑雪 钓鱼 狩猎和品酒的圣地 Mountain Boucherie酒庄 拥有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葡萄园 酒庄的红白葡萄酒 在世界各地的比赛中 不断获得金奖 产品畅销加拿大 今年夏天 Mountain Boucherie新建的品酒体验中心 和高尚西餐厅将落成开业 我们会在这里等着您 在最高法院举行的听证会上 检方和孟晚舟辩护律师团队达成协议 同意公布孟晚舟去年12月1号 在温哥华机场被捕的视频 以及三份宣誓书和辩方的备忘录 所公布的视频没有音频 显示孟晚舟当时身穿一件蓝色的年帽衫 她在所有行李都被加拿大边境官员开箱检查 随后孟晚舟被两名官员带到另一个地方 接受了大约三个小时的问话 接着便遭到皇家骑警的逮捕 孟晚舟律师认为 在机场实施逮捕的行为 侵犯了孟晚舟的宪章权利 她被非法拘留了三个小时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声称 对她进行的是例行的移民检查 但事实上进行的是秘密的刑事调查 因为他们没收了她的电子设备 还强迫她交出密码 孟晚舟辩护律师要求加拿大 停止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 因为加美两国在孟晚舟事件上 均存在执法不当的问题 最高法院将在下个月审理此案 而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 则于明年1月开始 凤凰卫视主客请腾东勤黄山温哥华报道